教育部将在学校引进伊斯兰圣训40段 鉴赏单元引发外界忧虑 教育部今天就再次重申 有关鉴赏单元只适用于穆斯林师生 不会涉及非穆斯林学生 教育部今天发文告指出 将会在全国61所宗教学校 和228所政府援助的宗教学校 推行圣训40段试点计划 目的是要栽培爱心善良的学生 同时提高他们的宗教理解 教育部希望这项措施能够孕育出 一代优秀聪明的孩子 并进一步灌输礼仪 道德和诚信的美德 与此同时 教育部也经常努力在属下的 教育机构灌输团结 跨文化主义 宗教多样性和互相尊重的价值观 教育部副部长林慧英 昨天也已经发表声明称 伊斯兰圣训40段鉴赏单元 只适用于穆斯林师生 不会涉及非穆斯林学生 教育部长林跟刻适用于穆斯林社 da两个福 Hause 上司派联盖